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好 好好 写一下照片 好 可以哈 可以吗 那标有没有挡的 没有 没事 主要是怎么对照的 怎么对照片要求好像还挺高的 按说就是360度死角 哎呀 都靠一下近乎嘛 非得 就是对自己的反应 我当然对自己很满意啊 我觉得 每个人要 首先得喜欢自己 欣赏自己 对自己有自信 然后去做每一件事情 才能做得更好 那芳芳是蓝队吗 蓝队 你的颜值高还是队长黄宝老师的颜值高 他应该是 双高 他的颜值也高 智商也高 然后他说他的颜值能够碾压其他两个队 你觉得他有这位词性 他的颜值都可以 铺铺铺平整个长安街 半壁江山 半壁江山 差不多 半个宇宙都是他 郑伟今天就是慈善夜呢 有没有什么感想要发表一下 我希望 词上不要变成一个口号 能够大家 很严肃的事情 能够在生活的每时每刻吧 不管他是大还是小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去做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亮丽而行 因为今天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那出门之前有没有对着镜子 好好地导视一下自己 怎么样在形象那边压对方 我们都很团结的 不比这些 他们比什么呢 我们比 不知道 我也问问他们比什么 黄晓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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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自己怎么来保鲜呢 保持自己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然后 运动也算是一个方式了 然后 多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吧 但是我现在也 还很年轻啊 因为今天来的很多都是一对一对 然后今天很流行秀恩爱 你自己就是平常一个人 人家活动会不会有点 我今天是带着慈善来的 我今天的女朋友叫慈善 那刚才你们像天不爱 前面都说了想 从小鲜肉转换成成熟那些 你有没有想再念一下 哎呀 弟弟们还早呢 他们 他们就应该把他们这个年纪的 他们高中嘛 那种青春 阳光 那种 无忧无虑 都传递给 喜欢他们的粉丝 然后 因为他们真的是 很水嫩 在飞机上碰到他们 然后 也特别的 有礼貌 然后 然后 特别阳光 那我觉得就是 因为他们在做 这个工作嘛 那我希望 不要去 考虑到太成熟的问题 先享受 还是应该 他们现在年纪的事情 学校的生活 当然他们有多的身份 我觉得那 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更好的 不要去担心 不应该担心 因为他们就是最好的 又年轻 现在又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 他们 最近 新的歌也特别的好听 剩下的剩下 对 所以我觉得 他们 是应该会非常的棒 好像很支持他 还帮他们打歌 好像还听过歌 当哥哥 好 谢谢 谢谢